8月28号 日本花华奥运冠军 与生结弦做了一次慈善演出 上演个人第一次公开的花华表演节目 首次演绎影子与回轩随响曲 4S 4T 3T 3A加 给遭受了日本西部暴雨灾害的少女的 特别惊喜演出C美 与生结弦的此次表演是一次慈善演出 是为了声援日本西部遭暴雨侵袭的灾区 2014年至今 与生结弦每年都会参加24小时电视 道讽灾区为他们献上特别冰眼 给他们带去积极向前的力量 去日没统计 截止到2021年10月 与生结弦累计捐款高达2亿多日元 整个表演过程堪称完美 与生结弦再次让外界看到属于他的优美舞姿 跳跃 滑行 旋转等方方面面俱到 体现出作为一个全能顶尖型运动员的本质 更是在表演过程里 轻松完成内沟 外沟 拧转 大一字 归齿 内沟 外沟 外沟难度步伐 与生结弦不愧是花华运动历史第一人 表演结束之后 与生结弦先面对采访也说出了 本次自己为何会选择影子与回旋随想曲 他说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 我滑出了自己心目中影子与回旋曲的完成形态 我也很害怕滑这套节目 这是我很难迈出第一步去滑的节目之一 但总算我克服了这一点 又能够继续朝前走了 我心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在大家心中真的就算只是一秒都可以 我想如果这能够成为大家积极向前的契机的话就好了 与生结弦之所以会参加本次慈善表演 是为了声援日本西部因暴雨清洗的灾区 当地居民的村子房屋都被暴雨冲垮 失去家乡 失去住处 作为公众人物的与生结弦 想要通过公开表演的方式来声援灾区民众 让更多人能够来帮助灾区的人 这是我很难迈出去第一步去滑的曲目之一 与生结弦如此定位影子与回旋随相取 带着两届冬奥会男子单人化冠军光环来到北京的与生结弦 短节目影子与回旋随相取的一开始就遭遇了滑铁炉 基本失去了夺冠的可能 在那场比赛中 与生结弦第一个跳跃动作后内结环四周跳跳空 技术动作分直接为零 导致他最终只拿到了95.15分 赛后与生结弦表示自己运气不太好 自己起跳时遇到了一个小坑 是之前选手滑行时留下的 这个意外让与生结弦只能带着遗憾告别北京冬奥会 他最终仅获得了男子单人滑第四名 未能登上领奖台 所以在转职业后的第一场表演滑中 与生结弦选择影子与回旋随相取 更像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结果与生结弦战胜了自己 所有的跳跃动作 4S 4T 3T 3A全部完美完成 我总算克服了这一点 又能够继续朝前走了 与生结弦还表示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我划出了自己心目中 影子与回旋随相取的完美形态 此外 与生结弦还带来了特别惊喜演出 C美 这是他的代表作 也是帮助他 未免冬奥会男子单人滑冠军的曲目 这一次 与生结弦穿着表演影子与回旋随相取考斯腾 在阴阳师主题曲 秦朗的伴奏下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不禁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高难度的跳跃华丽的编排步伐 将花华带入了最高的艺术境界